细品金平梅第85回《春梅走了》 过去的陌生男女,关系只有两种 亲密关系和无关系 软极最卧十六群下而一清二白 那只能产生在令人仰望的誓说心语中 金平梅的世界则是看两只犬而交练 则生出羡慕,畜生尚有如此之乐 何况人儿反不如此乎 因此,非夫妻而有关系,必设奸情 潘金莲未入门时 西门庆便在吴月娘面前 极力夸赞潘金莲的美貌 想必在目呢 吴月娘也知道这二人非道好娼 后来,潘金莲杀夫改嫁传得沸沸扬扬 再后来潘金莲和孟玉楼的书童又闹出事故 而西门庆,兄弟的老婆 重门申院招宣府的林太太都刮上了 秋菊几次状告 吴月娘真不信吗 也许只是不怨认 极力维持表面的体面 潘金莲过去无往不胜 躲开武松报复 祭死宋慧莲、官哥、李平儿 西门庆死因成功甩锅给王六儿、林太太 秋菊告状次次逃脱 未有败祭 人必交纵 潘金莲深陷情欲 不能自拔 她有意忘了西门家上上下下偷窥的眼睛 忘记陈经济也是寄人理下 无力对未来负责 至于学习李娇儿 早日离开西门家重新开始 她和陈经济都没计算过 这一对被体内激情支配的男女注定要翻船 从前有西门庆护着 潘金莲尚且安全感全无 对危险的嗅觉超高 在众人还未有半点察觉时 她便能找出地雷 找到方向 筹划周密 何以现在反半点筹谋也无 大约只有一种解释 表面嚣张的潘金莲 其实内心早垮了 她有杀武大的官司在身 离开西门家能找个什么样的男人一手遮天呢 她出西门家必是王婆牵线 这王婆的朋友圈根本不能和文嫂 薛嫂比 不过是些走足麻烦 面对自己完全无力解决的问题 任天然的逃避和陈经济偷情 是逃避现实逼着的掩耳盗铃 久了 她自己都忘了 以后狱中生情 更是沉沦其中 不能自拔 比她更无力的是陈经济 这个16岁家庭就遭巨变的小后生 一棒西门庆过了几年 更早失去自谋生路的勇气和能力 这样一对人在一起 焉有不被现实压成肉线的道理 两个被现实压垮无力的人 在欲望的深海中畅游太远 再无法回岸 很快潘金莲有了身孕 趁着吴岳娘出远门 潘金莲向陈经济道 有你爹在时 我求血姑子服药一包那等安胎 白没见个踪影 今日她没了 和你相交多少食儿 便有了孩子 趁你大娘未来家 那里讨贴坠胎的药 趁早打落了这胎气 堕胎是女性性解放后 要自担的后果之一 在厕所生下孩子扔掉 原来400年前 潘金莲就这么干了 一个白生生的胎儿 被掏坑的汉子发现了 绯闻满天 吴岳娘外出回家来 还在将养疲惫不堪的身子 被潘金莲磨错的秋菊 又来告状 又被小玉骂了出去 有小玉这个好帮手 潘金莲再没个忌惮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潘金莲陈经济二人 又在王花楼上交欢时 秋菊看见又去告了 被抓个正着 吴岳娘便骂陈禁忌 我那等吩咐你 交小丝进来去 如何又进来寡妇房里 做甚么 没廉耻 几句骂的禁忌 往外金命水命 走投无命 又尽力数落潘金莲 六姐 今后再修这般没廉耻 常言道 男儿没性 寸铁无钢 女人无性 烂如麻糖 你要自家立志 替汉子争气 向我进香去 被强人逼乐 若是不正气的 也来不到家了 金莲吃月娘鼠说 修得脸上红一块 白一块 吴月娘这话 骂得理直气壮 但俗话说得好 贤妻美妾 作为正事 吴月娘得闲 才能保住正事的地位 讨得生活 潘金莲必须美丽 必须性感 必须远远就能闻到 她的嗓味 才能勾得男人不厌倦 这是她的谋生本领 而性感了 自然就有风流运势 潘金莲修是修 她并不觉得偷情有啥不对 确实没啥不对 潘金莲童年被卖后 她接受的全部培养教育 就是这个 吴月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她凭什么让潘金莲 放弃从小学的本事 小潘变闲了 她吴月娘真能一辈子 拿她当姐妹和她终老吗 不要说潘金莲不信 就连梦玉楼都不相信 吴月娘重立了规矩 取东西只是待安 平安来跑腿 二人再没机会见面 潘金莲 妇人独在那边 挨一日四三秋 过一宵如半夏 怎进这空房寂静 欲火如争 要见她一面 南上之南 潘金莲穿大青布衫时 常在帘下看人 打扮得腰桥 但那时她没想和谁爬床 后来西门庆取梦玉楼 冷落了她一个多月 她心急如焚 但她没有欲火如争 进墨者黑 进西门 庆者银 潘金莲在欲望的深渊一路坠落 不知深渊也在凝视她 被不断举告 堕胎 被吴月娘发现 这些都不能让她从深渊中抬头 她的天是黑的 没有光 欲望在黑暗和迷雾中不断膨胀 她对陈静记的真情有多少 不知道 但没有她 潘金莲会可死的 不能见面 陈静记拿出一两银子 她填了首词红袖鞋给潘金莲 傲妙火烧皮肉 蓝桥水淹过咽喉 紧按那风声满南洲 洗净了中世染污 成就了道士风流 不怎么也是有 潘金莲回了一方白铃帕 一个金戒指儿 也有一首词儿 二人还像个任命运摆布的孩子 只是听凭自己的感觉 亲亲我我 任人拆散 在世路上一点也不上心 但吴月娘推崇首节 陈静记和潘金莲的事 不仅有辱家风 也对已出生的孝哥 是个巨大的威胁 她岂是骂几句就收手的 薛嫂这个老奸巨华的媒婆子 从前骗嫁孟月楼 现在 她已知吴月娘要卖春梅 但她不说 在得潘金莲的回信 一两银子稳稳赚到手后 她才说 吴月娘要她领走春梅卖掉 陈静记一心只在潘金莲身上 文子并不在意 淡淡地说 薛妈 你姐领在家 我改日到你家见她一面 有话问她 潘金莲听见要卖春梅 则是睁了眼 半日说不出话来 不觉 满眼落泪 叫道 薛嫂儿 你看我娘两个没汉子的 好苦也 今日她死了多少食儿 就打发我身边人 她大娘这般没人心人意 自是她身边养了个尿包种 就把人洗到泥里 李平儿孩子周半还死了泥 花麻斗枕未出 知道天怎么算计 就心高遮了太阳 潘金莲和春梅没啥错处 都是吴月娘 没人心人意 要害她娘俩 愧疚一词 从不在她的人生字典中 武大 宋慧莲 李平儿 光哥的阴魂 从不曾出现在潘金莲梦里 潘金莲学了一生本领 想要在天地间怒放 命运一直亏欠她 害她 久了便将自己定位受害者 与任何事情都是过激反应 她的反应 反抗 反扑那么本能 那么激烈 几千年来 文学史上 都是被规训的女人们的贤 书 在这些重复的 令人窒息的苍白面孔前 她那么独特 令人生畏 又那么充满生命的张力 光哥死 李平儿伤心死 大约没有不痛恨潘金莲的 这个女人在争宠中太狠了 明知是妻妾制导致她如此狠毒 也丝毫原谅不起来 而今 命运没放过她 道统的贞洁不放过她 终于要因她的性解放而收拾她 她的满眼落泪 却并不令人感到痛快 人性让读者忍不住生出一丝怜悯 都是可怜的被损害者 命运预先在她的生命里 积累了太多的愤怒 不平 不甘 喷发时也就更有杀伤力 而四书五经中的君子知道 呸 她从小学识字 学各种本领 你以为她学的是这些吗 那念了一辈子圣贤书的蔡壮远 宋玉使蔡太师们又如何呢 就如潘金莲说的 显道神壮着寿性老儿 你也修说我长 我也修嫌你短 不是外表体面了心 就真的是红彤彤的 而春梅 一点眼泪也没有 见潘金莲哭说道 娘你哭怎的 奴去了 你耐心而过 休要思虑坏了你 你思虑出病来 没人知你疼热 等奴出去 不与衣裳也罢 自古好男不吃分食饭 好女不穿驾驶衣 潘金莲一生最大的光 不是男人 也不是亲人 却是春梅 将要被卖的是她 却聚聚心安慰潘金莲 春梅一去 潘金莲在世间 是彻底的孤身一人 你思虑出病来 没人知你疼热 张竹坡忍不住批道 动人 千古之以之感 他们早就超越主仆 有生死情意 没有男人 女人的友情 自然顺畅得多 而他俩 即使中间有 依然身后真诚 春梅骨子里 有与生俱来的强大气场 面对任何状况 都能镇定自若 无神仙算命一回 预言她将来奉官侠配 正是她内心 对自己人生的预设 你还不知我是谁呢 是春梅的招牌广告 如今 被再次打发走 倾生儿出去又如何 将来能让她奉官侠配的人 岂会看重 装饰她美貌的衣裳 失去眼前稳妥的富贵 在别人眼里 这是损失 是被害 只有春梅觉得 这是她人生的机会 吴月娘派小玉来监督 小玉却觉得 吴月娘办事 倒三颠四不靠谱 瞒上不瞒下 自作主张 尽量让春梅体面的出门 五娘 你拿出她箱子来 捡上色的包 与她两套 交薛嫂儿 替她拿了去 做个一面儿 也是她翻身一场 春梅带的汉金 翠簪 都叫拿去 潘金莲挑了两套 上色罗断衣服斜角 包了一大包 又将自己的几件拆书 簪坠戒纸送春梅 小玉也头上 拔下两根簪子 来递语春梅 吴月娘贪财 因此 值钱的珠子英落 银丝云记 遍地金装花裙袄 都抬到后边去了 临出门 还傻傻享守在 西门家的潘金莲 要春梅去拜词月娘众人 小玉摇手拦住了 春梅倒没多话 跟定薛嫂 头也不回 扬长绝裂 出大门去了 大有壮士一去的气概 只有那被命运 泪猛了的潘金莲 在原地陷入 自己悲苦的感觉中 金莲归到房中 往常有春梅 娘两个相亲相热 说知心话儿 今日她去了 丢得屋里冷冷落落 甚是姑妻 不觉放声大哭 她不知道的是 这是她和春梅的永别 她将羡慕 春梅即将盛开 她有的 春梅将有 吴月娘有的 春梅也将有 细品金平梅 第八十六回 潘金莲的豪门梦碎 陈静记和金莲春梅 弄意得霜的丑事 终于在秋菊 切而不舍的告发中 被吴月娘捉奸在床 春梅一个丫鬟 吴月娘对她 有着无上的至高处置权 所以她没有任何犹豫 即刻找了薛嫂 来将春梅领走发卖 月娘其实是个挺无情的人 当初春梅可是她的丫鬟 金莲来了之后 西门庆把春梅给了金莲使唤 好歹也是主仆一场 可她却丝毫不留情面 虽然是因为丑事败露而被撵走 可春梅却走得颇有气势 她骨子里是独立要强的女人 本就不甘心只做一个没有名分的通房丫鬟 她的决绝金莲泪眼婆娑 却也毫无办法 倒是陈静记惦记着春梅 特意到薛嫂家里看她 此时的薛嫂 跟当初西门庆勾打潘金莲时 王婆的嘴脸差不多 没钱一切没戏 有钱一切好说 拿了钱喝了酒的薛嫂 也吐露了一点心声 薛嫂也陪她吃了两盏 一地一句 说了回月娘心狠 宅里弄个出色姐出来 通不与一件儿衣服粘缓 就是往人家上煮去 装门面也不好看 还要就是原价 就是清水 这碗里清到那碗内 也抛洒歇儿 原来这等家闹风 临时出门 倒亏了小玉丫头 坐了个分上 叫她娘拿了两件衣服与她 不是往人家乡去 拿什么做上改 当然薛嫂说月娘小气 另有一个原因 不明一文的春梅 相对比较难出手 也难卖出高价 吴月娘的贪财 是一如既往的特性 犹如她的蠢笨 薛嫂们知道她贪财 也知道她蠢笨好糊弄 所以当她被月娘责备 偷偷让陈静记跟春梅优惠 薛嫂几句巧舌 就让月娘哑口无言 不仅如此 她还利用月娘 急于将春梅出手的心理 趁机压低了春梅的价钱 从一开始月娘要求的16两银子降到了13两 而实际上春梅卖出了50两银子的高价 薛嫂按说死的13两交了银子给吴月娘 37两归了字 另外还堂而皇之地借了吴月娘给的五钱银子的中介费 买了春梅的 是带来吴神仙为西门庆和全家女眷算命的周首辈 当年吴神仙算命说春梅会有凤冠侠配的那一天 吴月娘颇为不满 认为是对她地位的僭越 她万万想不到 是她自己亲自将春梅送上了凤冠侠配之路 如果一直在西门府 春梅是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周首辈再次看到春梅 出落得比几年前更加妖娆 更加欢喜 潘金莲的人生至此黯淡 春梅的春天才刚刚来到 金平梅里有两个后娘 一个是潘金莲 她是五大女儿盈儿的后娘 再一个就是吴月娘 她是西门大姐的后娘 月娘虽然没像金莲那样对妓女又打又骂 但也从未见她对大姐有何关爱 李平儿还活着的时候 是唯一一个跟大姐关系好又肯接济她的人 此时陈静记丑事事发 吴月娘吴月娘 但凡对这个妓女有丝毫怜悯之心 也不会那么像对待臭狗一样对待陈静记 每日饭时 晌午还不拿出来 静记每天去舅舅家吃饭 月娘也不追问 孟月楼生日 要安排几碗韭菜点心 让陈静记和复伙计吃 月娘竟也不准 将她彻底赶走 可以彻底地吞了她全部的金银香笼 免得她天天瞎嚷嚷 哪天招来杀身之祸也未可知 她要走 西门大姐自然也要走 这样全部的西门家产 自然就属于她和西门庆唯一的儿子了 月娘可能忘了 当初陈静记刚到西门家来 她可是很喜欢这个小女婿 当初就是她一力不避嫌地 把陈静记引入后院来 和仲妇人相识的 一天到晚惦记着 怎么不请姐夫来的 是月娘不是别人 连打鞦韆这样的蠢女眷行为 也让静记来帮仲卫娘推秋千 陈静记的狼子野心 难保不是在那个时候 从仲卫娘的裙摆飘动中蠢蠢欲动的 难保大门不出的吴月娘 自己当时对陈静记未存任何荷尔蒙之心 没准正是因为当初也曾心怀鬼胎 所以当陈静记又是胡闹又是报复地说 孝哥儿是她的儿子 月娘才会昏厥倒地 当然陈静记的这一顿胡说 是导致她最终被扫地出门的直接原因 卖了春梅 赶了禁忌 接下来该轮到潘六了 吴月娘本来并没有马上要赶走金莲的意思 无奈金莲得罪人太多 西门庆活着的时候 没人敢把她怎么样 西门庆死了 金莲变成了随便谁都可以拿捏的了 她大概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有被孙雪格算计的一天 潘金莲其实一点也从没想过要离开西门大院 她既没有像李娇儿那样 在西门庆刚咽气就偷了金子 卷了铺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到了妓院 甚至也没有动过孟月楼那种要改嫁的心思 她似乎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听从西门庆的遗嘱 好好跟姐妹一起守着过日子 除了在陈静记那早点存在感 这个时期的潘金莲倒是老实得很 当初她费尽辛苦才进的这个大院 虽然只是做了小老婆 但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西门府虽然不像王兆宣府那么的恢弘 但相比于她的裁缝家庭 以及十字接令的房子和五大 已经是天壤之别 况且在王兆宣府 她是最低身份的玩意儿 在这里她起码是半个主子 进入西门大院 对她来说不亚于现在的嫁入豪门 实现了阶级的跨域 虽然是个小老婆 但也是锦衣玉食 有丫鬟伺候 有小厮使欢 而她单独居住于花园内 为与月娘李娇儿梦玉楼住在一起 似乎也是笑笑声 特意为她制造的一处乌托邦 让她处于似乎西门庆独属于她的梦境中 李平儿的闯入 搅碎了她的梦 所以她要不惜一切代价 除掉李平儿 夺回属于自己的毒宠 西门庆死了 她当然当不了贞洁裂父 但确实也没看出她要改嫁 或者是出走的苗头 所以当她看到王婆 着实吃了一惊 这金莲一见王婆子在房里 就争了 向前倒了万福 坐下 当王婆开口说 即刻就要领她出去 金莲是不肯的 金莲道 我汉子死了多少时儿 我卫下什么飞 坐下什么歹来 如何凭空打发我出去 可她也知道自己这话说得虚 都被月娘捉奸在床了 再狡辩也没有用 她便又骂又打 出最后一口不服气 金莲见势头不好 撂难久住 便也发话道 你打人修打脸 骂人修阶短 有事修要使劲了 赶人不可赶上 我在你家做老婆 也不是一日儿 怎听奴才迎妇戳舌 便这样绝情绝义地 打发我出去 我去不打紧 只要大家硬起 手到老没个破字儿才好 当下金莲与月娘乱了一回 不知她如果跪下来求情 月娘能否网开一面 但那就不是潘金莲了 只是这样一闹 她就完全没有回还的余地 必须要走了 月娘到她房中 打点与了她两个箱子 一张抽屉桌儿 四套衣服 几件拆书三环 一床被褥 其余她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内 把秋菊叫到后边来 一把锁就把房门锁了 走之前 她没忘记去看西门庆最后一眼 去跟孟玉搂道个别 当初与西门庆你农我农时 要做长久夫妻的诺言 伴随着一个死去一个离开 画上了歪歪扭扭的句号 而西门庆临死前 诅托月娘与禁忌的话 你姊妹好好待着 一处过日子 休要失散了 惹人家笑话 好歹一家一计 帮扶着你娘每过日子 休要叫人笑话 以化为云烟 自此消散了 潘金莲爱过谁吗 她爱武松吗 她是喜欢武松的 高大威武 英气勃发 但更多的是荷尔蒙的吸引 还谈不上爱情 她爱西门庆吗 大概是爱过的 想当初 西门庆本来答应了 马上娶她进门 转头却先娶了 孟玉楼紧接着 收了孙雪和 而两个多月 没进她的门 她神魂颠倒 痴情等待 苦苦哀求 好不容易一抬 小轿抬了进去 新婚燕耳 也不能阻止 西门庆网继愿跑 写了情诗呼唤情郎 也于事无补 大概她的爱意 就此逐渐消逝 秦童是她爱情消亡后 欲望的释放 也是她一步步沉沦的开始 此时 豪门梦遂 她重回紫石街 回到曾经 与西门庆 优惠过的王婆家 七年 什么变了 什么又没变 她心里作何感想 书里没有任何描写 有人用西方小说的 描写手法分析 说如果西方作家 来写这个时候的 潘金莲 极有可能写出一大篇 她的心理活动 诚然 中西方的叙事手法有差异 西方作家的确更擅长 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 但我怀疑就算是西方最高明的小说家 也未必能写出此时潘金莲的心理活动 因为她很可能真的就没什么心理活动 我经常会觉得潘金莲是个没有心的人 她只顾当下 当最后她终于被武松挖了心肝 终于变成了一个真正没有心的人 而此时 她还有美貌和身体 就还有价值 就会有男人要她 没什么不一样的 所以她依旧每天打扮得美美的站在连下看人 一如七年前的样子 谁能保证连下不会再走过来一个东门庆呢 这潘金莲次日依旧打扮 瞧眉瞧眼在连下看人 不是坐在炕上 不是苗眉画眼 就是弹弄枇杷 东门庆暂时没有 那也不要紧 还有现在的王朝儿 年轻壮士 比武松也差不了多少 便火速把她刮拉上了 但这个时候的金莲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哪怕是她跟王朝儿热火朝天的 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也是冰冷 有种行尸走肉般的得过且过 当陈静记出现 她终于变成了一个活人 又是埋怨又是哭泣 心里所有的委屈倾泻而出 当陈静记许她去筹钱回来娶她 她更是千叮咛万嘱咐她一定早点回来 陈静记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 对西门大姐也很是恶劣 但她对潘金莲是很有几分真心的 比后来对她死心塌地的韩爱姐和葛翠平都要真心 此时她也是真心要娶金莲的 只是此时的她已被吴月娘扫地出门 她存放在西门庆家的钱财也看不到拿出来的希望 她自己几乎已身无分文了 前几天她去看春梅时 还能轻易拿出一两银子来给薛嫂 而此时来看金莲 却只拿得出两吊钱来 由此可见静记的惊息之别 要知道王婆可比薛嫂更贪婪更老奸巨华 陈静记想学西门庆那样偷取潘金莲 怕是人人都知道不行 只有他们当事者执迷不悟 这是静记与金莲的最后一面 瞧 五二郎正从拎着屠刀 从风雪中走来 一步一步越来越近 细品金平梅第87回 英素花的末路金莲之死 悠悠皆我礼 试乱各东西 春梅被卖到了周首背府 等着她的是锦绣人生 潘金莲重新回到王婆手里 等着被发卖 春梅卖了五十两 李娇儿三百两 在王婆眼里 潘金莲卖一百两妥妥的 这个眼中无人的潘金莲 才经了点富贵 就不把人放眼里 这次必须赚足榨干 因为好事不成双 潘金莲难道以后还死个男人 落到他手里不成 潘金莲的人生快到尽头了 但是命运给过他机会的 先要买他的 是小情人陈静记 但这个更能毁灭自己的男人 没钱 他上东京筹措一百两去了 第二个想买潘金莲的 是张二冠 在英伯爵的鼓吹下 恨不得马上得到潘金莲 但中间出了点小岔子 英伯爵陆遇春红 听到他吐槽 家中大娘好不严禁 各处买卖都收了 房子也卖了 秦童儿 华童儿都走了 小的带回南边去 又没顺便人带去 这城内寻个人家根 又没个门路 英伯爵便热心出主意 大街坊张二老爹家 有望望贯家财 见顶补了你爹在提醒院 做掌刑签户 他见你会唱男曲 管情意见就上朵 英伯爵回去 便向张二官讨了帖儿 封了一两银子送到西门家 讨要春红 出嫁只一两银子 也太欺负寡妇吴月娘了 吴月娘被新提行官吓坏了 银子也不敢收 将春红白白奉上 春红好看会唱 勤快念恩 张二官白得了这么个小思 岂能不夸英伯爵伶俐 张二官怨出八十两买潘金莲 但王婆好早死了男人 本来就是下大的 来的是新提行官又如何 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 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张二官从春红 李娇儿娜知道潘金莲的过去后 和英伯爵说 我家献放着十五岁未出幼儿子上学公输 要这样富人来家作甚 再不提买潘金莲的事了 英伯爵拐了春红 便黄了潘金莲 可惜 除了陈金记 张二官 庞春梅也要出高价买潘金莲 周首辈是武将 庞春梅这样烈性 有女王气场的标志女子 投了她的脾气 对春梅宠爱有加 立了第二房 有房有丫头 最重要的是 让春梅管家管钥匙 春梅听说潘金莲等着发卖 便在周首辈面前夸潘金莲财貌双全 灵力无比 又提提哭哭地诉说潘金莲带她的情谊 她大气而不着喝着我 把我当亲女儿一般看成 再请求你若恳娶将她来 奴情愿做第三也罢 周首辈并没再娶的念头 但也乐得坐享其人之福 她令亲随张胜 李安往王婆家乡看 出嫁八十两 王婆不肯 春梅听说后又哭了 好歹再添几两银子 娶了来和奴作伴 死也甘心 周首辈便升了办事的级别 差了大管家周中带九十两银子去买 王婆见潘金莲炙手可热 买主争抢 更坚持要一百两了 周首辈见春梅坚持 便令明天拿一百两去抬了金莲来家 但大管家周中生气了 因为王婆这老淫妇连人也不识 太不给面子了 蔡太师的娶管家要买个女子 西门庆送人送全套嫁妆奉赏 红楼梦里 中顺王府派大管家到原妃娘家说话 原妃的老爸亲自接待 大气也不敢出 周中的咖位当然不及他们 但在清河县 除了河州守备 私交极好的几个官 哪个不得巴结他 哪个敢不给几分薄面 如今周中亲自来了 现银也备好了 王婆却硬是不卖 软得不行 连硬的也不吃 李安威胁王婆 要将她拿去老子 与她一顿好攒子 王婆也不松口 这根本是不将人放在眼里吗 王婆硬气是硬气 但终是没见过世面 这事若换成薛嫂 周守备的大管家亲自到了 那还不得堆上满脸的笑容 想法留下吃喝 至于银子 昨天说了给八十两 那十两自然得掏出来 塞到几位爷的手上 他们接了才能安心 这桩买卖不会有意外了 招待的满意 再把潘金莲哄开心 以后和周守备家 就有借口常来往了 还怕没机会赚回那十两不成 陈经济 张二冠 周守备 不管是有情的 有钱的 有权的 这些能为潘金莲改命的人 都被王婆的富贵 不能赢 威武不能驱 给顶了回去 下一个买家 是武松 小说赏回梁山的好汉世界 时间被蓝铃笑笑生动住 六七年后 武松回来了 这几年 他在江湖行走 被救又被陷害 快意恩仇 杀人逃命 这激情燃烧 跌宕起伏的人生 一点也不比潘金莲苍白平庸 天下大赦 杀了张都监 蒋门神全家老小的武松 带着施恩的一百两银子 回清河县 依旧在县里荡都头 听说西门庆死了 潘金莲在王婆家发卖 便来相看 潘金莲依旧在楼下站着 当年他也是立在楼下看人 他曾看中武松 纯真初恋被凶嫂 伦理官羞辱 后来又遇着了西门庆 他和李平儿一样 往欲望杀人的路上狂奔 几年过去 他的世界一点也没变 他依旧穷且没自由 仍是代价而沽的商品 如果他能做主 他会选择和春梅一起浪迹天涯 瓢尽天下男人吗 而更早以前 如果武大给他自由 他会选择武松 若是那样 武松叫他篱笆首牢 他会心甘情愿首的 武松这种汉子 才不会朝情暮处 叫人做梦都担心他刮别的女人 如今他依旧在连下看人 只是这一次见了武松 他闪到了里面 几年过去 武松成了社交达人了 让座吃茶 寒暄问候 武松显得特别之理 之理的人容易让人相信和放松 武松吃了茶 开口道 敢烦妈妈对嫂子说 他若不嫁人便罢 若是嫁人 如是银儿大了 娶得嫂子家去 看管银儿 早晚招个女婿 一家一计过日子 恕不叫人笑话 将自己的人生弄得一团糟的潘金莲 对钱和全 其实从来没上心过 不像吴月娘贪财自大 愚蠢倔强 她也不像李娇儿全无心肝 毫无生命力 只要偷些金莲安稳有饭吃便行 便是孙雪娥 后来也盗走金银系软 奔向新世界 像李平儿那样 趁乱偷走巨量珠宝 潘金莲想都没想过 她对生活的激情和勇气 全颇向了爱和性 别的都和她无关 她和一个男人好 才是毫无功力的 武松是汉子 她一眼看上 根本不知西门庆有钱时 她也是一眼看上 潘金莲找男人 若有附加条件 就是要长得好 三观跟着五观跑 说的就是她了 法国女作家萨刚 在《孤独的池塘》中写道 拖着散漫的步子 忠于自己的内心 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 从一张床走向另一张床 从一段激情走向另一段激情 总是碰壁 到处受伤 时常玩事不公 这种生活方式和取向 是男权社会男人的特权 即使现代婚姻制度 进入亦夫亦妻制 有点财力的男性 业余生活其实还是这样 当然也是潘金莲的 本质上 她和另一个六 王六儿才是同类 如果丈夫对她一心一计 她完全可以把她的激情 和未来全留给丈夫 至于什么开放式关系 她其实并不向往 如果丈夫想将她的身体 当作赚钱的工具 也许她的容忍度 比王六儿更低 对潘金莲来说 有可疑的人 穷点算什么呢 她和五大在一起时 从没嫌过五大穷 还拿出不多的首饰 帮五大买房子做买卖 那时她打扮性感 浑身骚味 但并没有缝着的旧伤 她只是要找个可疑的人而已 从前 潘金莲是喜欢问西门庆 要各种好看的衣服首饰 但她看重的根本不是貂皮爱马仕 而是要爱的证明 后来争貂皮大衣 是和他们斗上气了 为了证明西门庆更在乎她 如果丈夫只有她一个 有啥好斗的 陈静记有无数偷金到银的机会 但他俩从没想过偷窃私奔 陈静记那些不值钱的礼物 都能令她满意和欢喜 如果当初五大不贪恋张大户 寄存在她家的财宝潘金莲 张大户易死 放走她或卖给西门庆 每个人都将是另一个样子 然而 正如蠢笨的吴月娘后来说的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不爱钱不爱权的潘金莲 听武松说一家一计过日子 大约如雷轰电掣 而经过岁月沧桑的武松 当然是更有英雄草莽气 也就是说 她的颜值更高了 几年前 潘金莲初见武松 顿时心动 原来姻缘落在她这里 如今她的恋爱脑又犯了 我这段姻缘还落在她手里 就等不得王婆叫她 自己出来 向武松到了万福 说道 即使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银儿 招女婿成家 可知好厉 潘金莲都答应了 自然买卖成了 武松额外给王婆加了五两谢煤钱 喜得王婆屁滚尿流 直夸武松 江湖上见的事多 真是好汉 潘金莲点了茶 浓浓的 有如她对未来热烈的期待 双手递给武松吃了 陈静记再去东京的路上 张二冠已放弃潘金莲 守备的管家周中正在生气 想过几天再整治王婆买走金莲 命运有心要成就武松 王婆砸下二十两银子交给吴月娘 月娘知道买主是五二后 暗中跌脚 长言仇人见仇人 凤外眼睛明 与孟玉楼说 往后死在她小叔子手里罢了 那汉子杀人不展眼 岂肯甘休 潘金莲贪爱 王婆贪钱 糊涂油脂蒙了眼 不知前面是死路 如今有人看透命运了 她是闭口不言 还是马上提醒 人的品格 与他者的交情 此时便见分晓 潘金莲要西门庆的全部 注定西门庆家的妻妾 都是她的敌人 吴月娘人品不行 和潘金莲又矛盾很深 潘金莲的死活她才懒得管 而孟玉楼二人开始交好 潘金莲和书童 沉浸记的事 她都知道 但她从不告密 必要的时候还打掩护 但潘金莲和孟玉楼的书童偷情 孟玉楼白白丢了一个小丝 还很没面子 孟玉楼生日 潘金莲也要爸拦住西门庆 在自己屋里睡 冷眼看李平儿母子被潘金莲害死 孟玉楼只觉得寒气入骨吧 后期再没见她主动拜访潘金莲 至于潘金莲走时 她送的簪子 不过是谢谢你没害我 若万一能再见面 还请继续不要害我 于是命运无常 终于轮到潘金莲了 这一朵世间最美的英素花 性感美丽 历经人世沧桑 仍旧对未来有蓬勃的希望 对即将到来的男人 充满激情 她带着新纠计身穿红衣服搭着盖头 进门 没有红烛高烧 喜字贴窗 却只见五大的灵牌 被武松冲昏头脑的潘金莲 还是后知后觉 心里范怡 却依旧走进门去 面对她的死路 武松吩咐银儿前后门拴了顶了 摆上韭菜 自己连吃了四五碗 便向衣底撤出一把破刀来 气渣地插在桌子上 绑了王婆 揪住潘金莲亲自审理五大之死一案 武松的刀在潘金莲粉嫩嫩的脸上 冰凉的撇过去 再冰凉的反撇过来 潘金莲不是受过特训的密探 瞬间破防 全招了 然后 金平梅中最血腥的场面来了 这武松一面就灵钱 一手揪着妇人 一手交电了酒 把纸钱点着 向炉内抓了一把香灰 塞在她 攀金莲口 就叫不出来了 然后劈脑就翻在地 那妇人挣扎 把揪迹簪环都滚落了 武松恐怕她挣扎 先用油靴只顾踢她泪肢 后用两只脚 踏踏踏两只胳膊 便道 淫妇 自说你灵力 不知你心怎么生着 我是看一看 一面用手去摊开她胸脯 说时迟 那时快 把刀子去妇人 白腹腹心窝内 指一弯 弯了个血窟窿 那鲜血就冒出来 那妇人就心眸半闪 两只脚只顾灯榻 武松口擒着刀子 双手去握开她胸脯 扑起的一声 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 血厉厉供养在灵前 后方一刀割下头来 血流满地 即便潘金莲 是能制造冰毒的 英素花 但是 看着美丽妖娆无比的花儿 被推土鸡蹂躏一地 依旧不免心疼 惋惜 战礼 何况 这个女人 命运何曾给过她机会 她这样的男人 女人太多了 假如她脱生在 《红楼梦》里的王家 她很可能是王熙凤 是当着丈夫面 就能把丫头 打个烂羊头的大醋缸 如果脱生在薛家做男子 不过就是弄性使气的薛盘 玩够了异性玩童性 如果有性生在现代社会 她不必独死武大 她抬脚走人就是 即使还是是雾上糊涂 没离婚便找了下家 也不过就是为重婚罪 吃个小罚单罢了 如果不幸继续 在遇的人 比西门庆还管不住下半身 她跺脚一走了之 她再不懂谋划 再把自己的命运糟蹋 也不过就是堕落成一只金丝雀 还能差到哪儿去 如果再幸运一点点 也许能成为一个传奇 潘金莲能从养不活的小裁缝女儿 嫁入豪门 患在正常的社会 这样的天赋美貌 机灵多才 又这么爱折腾 争强好胜 也能没有更美好的人生 法国女作家萨刚说 生命是一场飙车 我有权自毁 我一直好奇 她的灵魂是不是曾在潘金莲的身体里待过 这位姑娘养尊处优到18岁 用两个月写出你好 忧愁 拿下法国的批评嘉奖 畅销500万本 得到一大笔稿费后 她父亲认为 你这个年龄拥有这么大一笔钱 实在危险 花掉它 从此 她把及时行乐 当成了人生作有名 她热衷派对 挥霍无度 在烟雾弥漫的地下舞厅里 与男人调情 在酒吧里喝得鸣顶大醉 吸毒 赌博和弟弟飙车 把自己送医院 摁年 生活完全就是未知与疯狂 明明可以岁月静好 偏偏要狂放不羁 她在你好 忧愁中说 我要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 这是我的理想 她实践着并在文字中平静地表达 哲学家们认为 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为了活下去 又必须找到人生的意义 而在千奇百怪的人类 能找到的意义也无非三大类 以有用与否为基石的各种意义 以是非对错为基石的各种意义 以美不美 有情无情为基石的各种意义 很显然 前两类好判断 有用 是非的三维坐标是确定的 但是 这世界之所有丰富多彩 正是有第三类人的存在 有萨刚 潘金莲 贾宝玉 李玉 宋徽宗 多姑娘 武松等 以及他们宣称的爱就是死亡 根本不是妥善安顿 人能够被毁灭 但是不能够被打败 我的骨灰比他们的生命还灼热 前两类人很容易居高临下地比试 看第三类 然后做出判有用 无能 善良 邪恶 公正 正确等判决 但世界为萨刚疯狂打卡的人不少 包括前法国总理拉法兰 然而 潘金莲在金平梅中 只能是淫妇 毒妇 不少人来向他索命 他也从不自省 也不肯赎罪忏悔 他只是不安 只是有一日便一日地活下去 一面天真的从不谋划 另一面是内心的担忧 积聚成摧毁他人的力量 最终流离所爱 向死亡不尽而无人加以制止 而从小学习勾引男人的他 只想到依靠另一个肩膀 借以摆脱人士的寂寞 而他自己 察觉不到这一点 这实在是真正的悲哀 血淋淋的场面 迎儿虎得直掩了脸 这个可怜的女孩 潘金莲折磨他时 他的爸爸没想过给潘金莲自由 另换个家常的女人来照顾他 迎儿亲见了爸爸五大如何死 如今他的叔叔丝毫没想到他会害怕 让他亲眼看杀人 当他说害怕时 他的叔叔却说 孩儿 我顾不得你了 便带着复仇的快感风一般离去 留下迎儿独自应对前来审讯的官府 迎儿是五大唯一的轻骨穴 口口声声为哥哥报仇的武松 却从没想过为迎儿半点嫁妆找个好男人安顿 最后是不相干的邻居姚二郎领他出来 为他安排了婚室 武松来不及安排迎儿 不过是眼里没侄女 而性观念无耻的寒道国一家 曾惦记嫂子的寒二在兵荒马乱中 遇到逃难的侄女 抱头相认 一路扶持着寻找亲人 最后团聚 英雄武松对人间的烟火器哪有一点眷念 他喜欢的是力量 是复仇 就和潘金莲喜欢爱喜欢性一样 二人都不能抗拒其中的激情 原始感 痛快感 如果潘金莲杀的李平儿母子无辜 武松杀的蒋门神的家小何尝不无辜 哪有英雄和美女 若潘金莲是淫妇毒妇 武松也不过是草莽野兽 这么说来 潘金莲死在武松手上 竟远胜死于一场病 或是死于一个庸长的男人之手 武松这汉子端得好狠也 作者情不自禁写出这一句 就如他曾一笔一笔 一件一件地写下潘金莲所取过的性命 其实也是在说金莲这淫妇端得好毒也 作者让他们纠缠相遇 才是将人性黑洞的深渊捅破 让读者读后不敢生悲 不忍称快 细品金平梅第88回 潘金莲的江水 潘金莲死了 血厉厉死尸倒地下 心肝五脏插房炎 纵使他往日夸口 皆死皆埋 怒死怒埋 倒在羊沟里就是棺材 也不曾料到死亡会如此血腥而爆裂 活着的时候身体做不了主 死了 尸体一样也做不了主 她是西门庆的妾 吴月娘让王婆发嫁她 无可奈何 死后 尸体也得由官府和西门家做主 偌大的惨案 清河县想必人人皆知 西门家却无声无息 唯有守背府的春眉 哭得茶饭不吃 诸事无心 天上才一日 人间已百年 潘金莲已是阴阳两格 陈静记游在奔波仇淫 回东京的路上 陈父病重的信也传过来了 陈静记越发加紧赶路 两城做一城 路上攒行 赶到京城 陈宏已没了 声名显赫的东京八十万进军 杨提督亲家 曾是西门庆在清河县炫耀的资本 而今无声无息逝去 仅有的一丝悲伤 还是来自老七张氏 儿子陈静记心中涌起的是喜悦 没了父亲 娘又疼他 日后娶了潘金莲 小日子美美地过起来 大概是寄居的日子太久了 哪怕做了陈家的家主 陈静记还是改步了寄生的思维 先慌了两车细软香农家去 就像他在西门庆家做女婿 只要让他落点银子和金莲偷偷情 便能舒舒服服 长长久久地待下去 可惜美梦从来都一醒 来到朝思暮响子时接王婆门首 那儿埋着两个尸首 挂着捉拿武松的手绑 这静记仰头看见便力争了 至欢至乐至悲至痛 不过一煞 文字极简 情绪却极深 这是金瓶梅的妙处 也是生活的复杂 就像我们看到陈静记两城坐一城 路上攒行 却不料他对父亲的死竟然如此庆幸 眼下陈静记的剧痛无处言说 面对外人的询问 只得淡然回答 恰才这杀死妇人 是我丈人的小 潘氏 不知他被人杀了 是才见了榜文 方知其故 忍到夜间 买了一抹钱纸烧与金莲 暗暗祷告 你活食为人 死后为神 早又又捉获住仇人武松 替你报仇血恨 我在法场上看着寡他 方称我平生之志 可惜潘金莲活着的时候 未能做个自在的人 死了也做不了神 他的鬼魂飘荡进陈静记的梦中 哀哀哭求 我的哥哥 我死得好苦也 实指望与你相处在一处 不期等你不来 被武松纳斯害了性命 如今阴私不收 我白日油油荡荡 夜归各处寻讨江水 世间蒙你送了一抹钱纸与我 但只是仇人未获 我的尸首埋在当街 你可念旧日之情 买具棺材成了藏埋 免得日久暴露 当初第62回 李平儿安置后世时 曾交代葬在仙头大娘坟旁 早晚抢些江水也方便些 李平儿年寿虽短 到底从容到了别 嘴硬心硬的金莲 才是最回避死亡的人 只能临时讨些江水 武松捕获不着 失守家属领埋 王朝领走了母亲王婆的尸体 留下了曾相互解渴的潘金莲 不知用来装骨王婆的 是不是金莲昔日做的那套兽衣 占了家属名分的西门家 没有动静 好在这人是 还有真心牵挂他的人 陈静记固然做不了主 春梅却是两三日一变 使张胜 李安来献中打听 不过也许是他使唤的家人懈怠了 到底还是潘金莲自己托了梦 春梅醒来后吩咐张胜 李安打听情况 瞒着周守备 领出尸体 把心肝填在肚内 用献缝上 装链亭荡 装入棺材 埋在永福寺里 随后请长老念经 指前祭拜样样不缺 潘金莲的江水总算有了 原法凑巧 陈洪也葬在永福寺 若是在天有灵 只怕他宁可不葬在此处 被眼瞅着逆子哭完了我的六姐 然后才轮到给自己烧纸祭祀 无论如何 陈家总算进入了新的阶段 就像西门家的孤儿寡母 也适应了门庭冷落车马西的寂寞 天气和暖 女人们在大门守观看来往车马 人烟热闹 先是看到了胖大的和尚 吴月娘布施了一顶僧帽 一双僧鞋 一吊铜钱 一斗百米 又和小玉调笑打去一番 后又见到薛嫂 眼下她正去奉着张二老爹 和首背心宠春梅 自然连影继儿都不来西门府了 薛嫂带来了清河县的最新消息 陈洪过世 念经发送 坟上安葬 作为亲家的吴月娘和陈家儿媳 西门大姐不出面 未免不合时宜 吴月娘只说不知道 大约是真的不知道 她知道的还是潘家的吃她小叔儿杀了 和王婆子都埋在一处 薛婆随口道出 春梅越不过娘们情场 差人买了口棺材 领了她伸手 葬埋了 素敌孙雪娥立刻生疑 春梅在首背府中多少食儿 就这等大了 手里拿出银子 替她买棺材埋葬 那首背也不撑 当她什么人 是啊 安葬金莲 要银子 要话语权 春梅进首背府才多久 月娘与雪娥不信 他们不愿相信 就像那年月娘口口声声 我只不信 说她后来带朱冠 有夫人之分 端得咱家又没关 那讨朱冠来 就有朱冠 也轮不到她头上 命运的车轮滚滚向前 信不信 有什么要紧呢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